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就講講關於本港的消息 話說座友高官是打算離職移民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所說 律政司刑事檢控科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余國慧 在較早之前已經向部門遞交了辭職信 將會在3月的時候正式離任 據了解這位余國慧在取得大律師資格以後 曾經私人執業過一段短時間 其後就加盟了律政司刑事檢控科工作 他和他加拿大籍的老公沒有子女 在離職以後他打算陪他老公回去加拿大定居 即是移民 這位余國慧到底有什麼往職呢 原來他是專責處理涉及所有裁判法院的上訴和覆核刑期案件 之前有一名18歲的男子踢警長隻腳判了感化 經覆核以後改判囚30天 另外有一名男子因為踐踏和焚燒國旗 原本就判社會服務令 覆核刑期後改判入獄5個月 他就是專責做這科 現在他說不做了 要離職回加拿大定居 其實也挺奇怪的 因為這位人士剛剛才坐正 做高級助理刑事檢控專員 剛剛才升官又說不做了 為什麼呢 報導當中沒有提及到 究竟這位人士有沒有宣誓或簽署聲明 去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究竟他是不是不想宣誓 然後就說要離職 還是有其他原因呢 真的不知道 報導當中沒有說 但是現在已經是第二位高官離任了 上星期就有民政事務局的政治助理黎穎儒 今星期又有這位余國偉 如果再有一個高官的話 就可以形容為離職移民潮 現在就兩個而已 也不算潮的 三個就潮了 到底會不會有第三個呢 現在就一不離二了 會不會是二不離三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實情一搞公務員宣誓之後 似乎有些人就雞腳走 是不是要回避所謂雙重效忠的問題呢 當然了 現在剛剛辭職的這位余國偉 他真正離職的原因是什麼 暫時不知道 報導也沒有說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這宗消息就是HK01的一個專訪 他們找來了梁振英做訪問 說的議題就是BNO的問題 在這篇專訪裡面其實有幾個亮點 第一梁振英就說到 英國現在透過BNO的新方案 給予香港人地位 日後也可以隨時改變 他還說 英國人一樣有一天可以把你踢出去 這就是英國國籍法一直以來的特徵 英國就可以不斷修改 有時就把圈畫大 有時就畫小 他還說到英國人非常無恥 當他把圈畫小的時候 就會把一些原本已經屬於他本國公民的人 那個應有權利畫出去 這就是梁振英的說法 實際上他講到英國是怎樣差就怎樣差 但是在過去幾十年以來 其實香港的精英階層 一直都是用腳來投票 是不是 如果不是 香港哪裏有接近一百萬人擁有雙重國籍 是不算BNO 是講家籍、英籍、美籍、澳籍等等 那裏講差不多一百萬人 全部都是精英階層 甚至乎梁振英的老婆 都曾經是拿過英籍 根據他最新的說法 他老婆是放棄了的 而他本人和三個子女 從來都沒有申請過或者擁有過任何外國國籍 他自己說的 我們又不要冤枉他 不過他老婆真真正正是擁有過英國護照 現在放棄了的意思 這個他本人也承認 所以香港才有接近一百萬人 是擁有雙重國籍 當然很多在九七之後回流回來的 還有那些十幾萬公務員 是通過居英權計劃 是拿得英國護照的 是不是 林鄭也曾經拿過 只不過他升做高官的時候 放棄了 葉劉也曾經拿過 不過他升做人民入境事務處的時候 放棄了 林鄭的老公和兩個兒子 又是居英權計劃拿的 那個護照 你又說到英國怎樣壞 每個人都排隊申請 就足以反映出市民對於英國是充滿著信心的 好了 至於他這篇訪問的第二個亮點 就是說到 中央一定會反制 只不過就只是針對BNO人士 他就說 反制措施是應該針對持有BNO的人士 就不會影響其他外國國籍 他就說他只講常理 既然想用英國人的新政策 先不論有沒有違反兩國的協議 你要走就走 留香港身份證做什麼呢 這樣 梁振英還強調 說香港社會是不能夠不斷承擔 對於已經離港人士的義務 其實他所說的這件事 對於那些心意已決的黃絲來說 就沒有什麼影響 你說取消他中國國籍也好 取消他的特區護照 取消他的永久居留權也好 他也是要走的 你怎樣取消他也好 他也不會留下 因為他強襄他的關注點 就不再在你所說的反制措施裏 你反制也好 不反制也好 他也是要走的 那這些措施其實是影響了哪些人呢 就是影響了那些藍絲 這是必然的 因為只有藍絲才會考慮 一件事就是 他走了以後會回頭回流 因為現在走的人 其實他為什麼要走呢 香港的經濟不是需要貼地 如果以賺錢的角度 就更加不應該走 所以現在走的人 他就是把自由這件事 排在第一位 他就是要投奔自由 所以他要走 所以這班人 就很有機會 叫做一走了之 是不會回頭的 反而對於那些藍絲來說 他想吃盡兩家茶禮 想領盡兩邊的好處 你現在說要取消他們的特區護照 中國籍 永久居留權 他一定就是要思前想後 他要想清楚 究竟留在香港比較好 還是要留在英國比較好 拿英籍比較好 這就是出於利益的考量 這就是藍絲要想的事情 所以這個反制措施 其實就是反制了那些藍絲 當然不單是藍絲受到影響 梁振英還說了一件事 提到個別有港區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都持有外國護照的時候 梁振英就同意絕對要嚴格地執行國籍法 尤其是參與國家機關工作的人 是不應該持有雙重國籍 所以現在不單是藍絲要作出考慮 連那些人大政協都要面臨著一種抉擇 遲早會通過這件事 既然梁振英在HK01放風的時候 作出預告的時候 我相信這件事就會執行 你說現在港區人大、港區政協裡面 有沒有人持有外國護照呢? 我相信一定有 只不過不知道有多少 沒有人做統計 但是如果真的搞到這幫人 都要做抉擇的時候 分分鐘他可能連人大政協都不做了 因為他做人大政協 他就要放棄外國護照 實情這幫人拿的外國護照 無非就叫做幫自己留條後路 這幫人也未必說會下去外國定居 因為他的生意都在香港都在大陸 但是你一說要 剝奪他的外國護照的時候 當然是鬼咬的了 所以對 我也贊成 這件事是對的 要做的 不要只有普通市民 共享中國人的榮耀 你做人大做政協那些 更加知要新鮮事卒 是不是? 要不然你怎麼宣揚外國精神? 你做人大政協都要有外國護照 你豈不是雙重效忠 因為你入籍外國的時候 你怎麼都要對著這份東西 去照讀所謂宣誓 你宣誓就是效忠外國的政府 那你就要放棄他 放棄外國護照 好啊 好事啊 最好不僅是本人要放棄 像CY那樣就好 他老婆也放棄 起碼梁振英不是一個裸官 其實梁振英提出這個建議 對他本人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他老婆神祖放棄了英籍 但是對於那幫權貴來說 就很有影響了 現在輪到那些權貴 是要做抉擇了 因為在那幫權貴的眼中 擁有一本外國護照 就等同於對自己的一道屏障 現在那道屏障 準備要被人搬走的時候 對於那幫人來說 就好像被毅咬那樣 究竟是要這個外國護照 還是繼續做權貴 這幫人都應該要面對抉擇 一早應該要 其實不僅是他本人要 他家人都應該要 像CY那樣他全家都沒有外國護照 起碼來講他不是一個裸官 他說得出做得到 其他權貴 大部分都是裸官 就算你本人沒有持有這個外國護照 那些家人都有 林鄭月娥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那些市民、媒體 叫你老公和兩個兒子 放棄英籍 叫了幾年都沒有反應 那這個是不是裸官 這個絕對是 裸官根本上是不正常的 因為一方面作為官員 在香港推行什麼外國的政策 原來他的家人全部都是外國人 這樣成何體統 哪有說服力 而且經常叫那些香港的畢業生 去大灣區工作 自己的子女又不去 原來自己的子女就是外國人 那是港條毛嗎 所以現在梁振英說 港區人大政協 不應該持有雙重國籍這個建議 我認為說得很好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